我的朋友們 媒體大哥大姐們 辛苦了 大家好 我是喬喬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婷妮 耶 所以你們上次兩個人合體 我們這個蠟筆小新 你們知道賣超好 太好了 畢竟是捧小新的服務 對 畢竟蠟筆小新是巨星 對 對 你們是山光的意思嗎 沒有 也是多你們兩個人好閨蜜的情感 讓大家覺得說 會要入手那個蠟筆小新的相關產品 所以這次你們兩個人又再度合體了 真的 給我們什麼樣的驚喜 對 因為呢 老實說 拍蠟筆小新的時候 還好那個劇本是有點較勁 因為當時我們是有點要熟不熟 是 然後這一次呢 拍有你真好就是實至名歸了 真的熟了 真的熟 謝謝屈臣氏讓我們變成好朋友 謝謝好朋友 而且還互相邀請對方上節目 他們都來過我家了 對 唉呦 所以還聊到 我還看到你們這個八字的真言 人生真言 隨緣自在 順應自然 大師大師 米妮的人生哲學 對 我們剛剛也還在聊這八個字 就覺得其實我們也要把握當下 然後好好珍惜彼此 確實是這樣說沒有錯 所以這一次你們兩個人拍攝廣告 我剛剛看起來很可愛耶 她真的穿黃色的衣服 所以我們就要跟那個小娃娃的妮妮對戲 對 滿幽默的 滿可愛的 而且我們還有跟那個小娃娃拍照 待會可以PO給大家看 對 我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 好可愛 所以劇組真的是很用心啦 很用心 因為你們眼神不至於會失焦 對 不然不知道看哪裡 對 然後第一次就有一些後製的科技 是不是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種 很高科技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在表演上要靠想像力 對 但是我們這次在拍攝現場 它直接就有一台機器 你一看就知道 哇 原來縮小版的小娃娃跟我會長怎麼樣 在哪裡 我覺得那邊很驚呼的時候 攝影師就很驕傲說 好萊塢都是這樣拍的 對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對 我也是第一次 可以直接看就是演練的樣子 對 所以也是把那個好萊塢的拍片規格 帶到你們的拍片現場就對了 對 所以請大家今天可以開始看到這一支 很可愛的廣告 真的很可愛 好可愛喔 所以我很好奇 你們兩個人應該對於生活 都有一些美學跟堅持 有沒有這個生活居家美學裡面 最喜歡的部分 比方說有的人喜歡香氛啊 有的人可能喜歡說 我那個桌巾跟窗 你要配一套啊 對 我跟妮妮啊 我們私下聊過 其實我們都是很重生活的人 對 但如果硬要讓我選一個的話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大家吃飯 你知道好好工作 就是為了好好吃飯嗎 對不對 我們那個吃飯有時候 餐桌爭寵 泡啊 便當 餐盤真不搭 真沒格調 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即便只是一個好吃的便當 配上一些可愛的餐盤啊 和酌筋 就是壽色可散 要慰勞一下自己 這麼辛苦工作 這是我們贏得的 所以喬喬認為 視覺的美感很重要啦 那你呢 像其實我很重視在家的儀式感 就像喬喬說的 就是就算你只是吃便當 我也會習慣把它倒出來 倒到一個我喜歡的盤子上面擺盤 容器漂亮 然後我覺得除了這之外 好像還缺少一些什麼 像我最近真的開始 跟他一樣開始喜歡花花草 歡迎 歡迎你吃我的世界 真的 而且因為其實家裡的擺設 你不可能每半年就換一個桌子 換一個椅子 所以你必須要靠其他的一些 生命的點綴 來讓你感覺到每一天 其實你活在同一個空間 可是他都有不同的生命在流動 所以呢 生活當中一點小巧思 小的變化 包括一些植栽的進駐 都可以讓你們這個整個居家環境 有一個很大的亮點 所以這次你看我們這個 全方位的 有你真好系列產品 亮點就在各位的進行 各種點綴 這一次舞藥商品都很可愛 超可愛 而且超實用 對 所以我一定要問一下 你們現在 第一個會首刀 立刻極點購入的是什麼 跟大家推薦一下 必須說 很榮幸再一次可以跟巨星 好了 聽你的 這次是巨星中的巨星 我們從小看到大的 沒錯 這一次我特別喜歡這個 加點甜馬克杯 馬克杯 各位這個木蘭迪色 你可以放過它嗎 一定要 這拿起來手感真的很好 超好 然後這個我覺得很流行 這種拓硬的感覺 嗯 所以我覺得非常時髦 就不會讓可愛 太甜 就名副其實的 加點甜 馬克杯 而且它容量還很大 對 很實用 很實用 早上就泡一杯燕麥啊 對 再跟上早餐杯啊 加點水果啊 很棒很棒 所以呢 來 加點甜 馬克杯是 我這次叫小吉利推薦的 那你呢 這麼多好康的東西 其實我最喜歡 這種 就是小家店類的 因為她是小廚娘 因為我是金牛座 對 我真的很喜歡待在家 然後因為 因為我的生活型態就是 我晚上一定要吃宵夜 哦 哎呦 我這麼瘦 我就是 這個意思什麼啊 我的生活型態是 晚上一樣吃 我覺得很怕餓啊 我一天 我真的不誇張 我一天真的要吃飯吃 大概午餐六餐 聽說了 大食量 大食量 對 所以我在家裡 就是真的很固定 都會習慣煮一鍋 杯一點糧食 杯一點糧食 在半夜的時候 我懂我懂 才不至於餓到睡不著 OK 所以這兩個小家店 對我來說 真的非常的實用 哎呦 這個 慢慢變好了 像燜燒鍋 零距離電子爐 對 因為我覺得 像這個慢慢變好 真的有時候 我覺得它很實用的原因是 你可以把東西放在裡面 它真的就慢慢變好 對 它就慢慢煮好了 也很環保 對 不能加熱啊 差點 所以這一次的系列裡面 我會首推 小家電系列 不愧是金牛座啊 好實際啊 很不實 但今天你知道 每次這個驅塵室呢 都是知道你們兩個人要好交集 而且越來越好 大特 我們還是要給你們一個小小的PK時間 好煩喔 又要PK了 是 要出幾題 讓你們可以爭取這個 驅塵室家電生活智慧網的頭銜 好 來 所以很簡單 但是有一個前提 你們對方出題之後呢 必須要使用我們這個五個集點商品來進行解題 OK 對 所以你們前面 生活小困擾對不對 對 一些 補考他 對 好 你感覺已經很狠了 小小的痕跡就出來了 我是以為台灣PK嘛 因為我就會認真啊 好 那我先出題 好 我最近其實是有一點小困擾 怎麼樣 因為我最近工作 講得太漂亮 講得太漂亮 好 隨便 我最近工作真的很忙 嗯 我就發現呢 我家的果銀有點多 哦 這個做OK哦 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也愛煮東西 我愛吃 有時候呢 果皮啊 和一些垃圾啊 一些小塑膠啊 很難分類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樣去回收這些東西 所以我丟垃圾有點小困擾 哎呦 這就要交給環保小煎冰 有有有 我真的覺得 垃圾好好分類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這時候 要交給我們的清空空垃圾桶 哎呦 因為這個垃圾桶呢 它除了兼顧美觀之外 好可愛 你一打開之後 它其實裡面是有兩層的 按壓 對 哎呦 哎呦 它裡面 它黏住了 對 它黏住了 它裡面可以幫你分類 一邊可能是一般垃圾 另外一邊可能是你想要 是可分類可回收的 裡面有花溝 對 或者是你要放果皮 就是可以很清楚明瞭說 哦 這是一般垃圾 一次可以是 靠兩個垃圾袋 對 哦 所以就可以清楚簡單的做分類 沒錯 所以果皮只蟹放一邊啦 對 然後可能這個 一般垃圾放一邊 所以愛煮飯的女生男生們 其實 其實很需要這個 要需要 清空空分類垃圾 總不囉嗦即刻入手 所以有檢查到嗎 有 有就到 OK 所以妳的妮妮得分 下一題換妳成為關主出題 請出題 好 我覺得 現在天氣開始慢慢變涼了 也是 有的時候晚上在家 總是會覺得心裡有點寂寞 覺得冷 想要找一個人聊天 沒有人可以抱 這時候怎麼辦呢 總不能永遠抱我的狗吧 好 給我出這種內在題 哈哈 太多妳了解 就是要聊一些心理整面 怎麼辦 我是覺得妳就直接call我 我的電話是09388 等一下 可是 瞧瞧妳不是 妳不是景點商品耶 哈哈 換不到是不是 換不到 好 這種時候呢 我覺得生活中的溫暖小點綴 是 就非常重要了 是 這一次有一個超可愛的贈品 什麼 溫暖依靠坐點 拿起來 欸 很可愛喔 因為呢 大家等一下有機會可以摸摸看 它是肥龜柔 對 所以它其實很溫暖 然後手感也很柔軟 而且真的很棒喔 這是可以拆下來 是 而且它那個厚度剛剛好 我幫我試做 尤其像妮妮這麼瘦的人 有時候坐一些很硬的椅子 我相信應該不太舒服吧 不說了 其實沒有 妳不是像我那種屁股有自帶沙發的人 但是我也有 我也有一點的水 拍一下這樣 就是我覺得大家有時候工作很累 坐下來它可以減輕妳這個屁股的壓力 對 所以就是很實用又非常的溫暖可愛 而且這兩個靠墊放在家裡面 立刻那個生活環境又加一百分啊 而且我覺得那種溫馨度真的會提高 對 就是有一種生活感 陪伴感嗎 有 可以嗎 但我可以邀請妳來就是一人做一個 喔 這樣都聊天 溫暖加上 溫暖加上 要不要來聊一下 直接把人摳過來再做第二集 再聊一下 最溫暖最溫暖 所以有解答到嗎 有 有這個溫暖的依靠也很實用 溫暖依靠 所以得分 得分 關首相還有一集啦 那最後這一集因為你們就是很難判斷 還是妳考我們 妳考我們 我考嗎 我們一起健康就這樣 一起健康就這樣 看妳們默契跟我們一起 好 很挑戰 第三題我就要考跟身為女人有關係的困擾了 好 妳們也知道那個親戚每個月都一直來 喔 那個時候如果這樣子 腹子痛 腰痠 醋也不是 糖也不是很難受 怎麼辦 仙姑們有解嗎 我覺得怎麼辦怎麼辦 這好像要靠食療 就是要喝一點暖湯 就是 永遠吃不飽的妮妮為大家做法好嗎 很餓的 我跟你講 這時候真的就是煮一碗湯 不管是熱湯 或者是甜湯其實都可以 真的 湯的粉絲舉手 我真的超愛 我也超愛 就是我覺得這時候有時候 也會溫暖到妳的心裡 真的 真的是內在外在都會溫暖到 所以一樣冬天也是要來 那個紅豆湯不錯 對 尤其是 忙的話啦 當然電磁爐也很好用 但忙的話我覺得慢慢變好悶燒過 而且悶燒過可以帶去人拍戲的場外 外景的地方 對 妳帶出去 下次我就把它帶出去 對啊 就很方便也不怕它會灑出來 真的 而且又可以保溫 真的 好了這一集呢 真的大姨媽來訪的困擾 由你們兩位仙姑得分 所以兩個人同時並列我們的區城市 生活家電智慧王 小仙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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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仙女仙女 比較仙 好 所以 妮妮妳要做什麼啊 三分鐘的時間 好三分鐘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 就可以用這個慢慢變好的燜燒鍋 可以慢慢的 好 妮娅妳要做什麼 我想我今天 其實我沒有預期到今天會變這麼冷 所以我本來想要做的是綠豆湯 退火的 對我覺得也是給大家加一點甜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做綠豆湯這件是非常的容易 因為就是你把綠豆先泡水 OK 然後先泡個 看我的時間有時候 我就泡半小時一個小時 先把它泡軟 然後側面再泡的時候 你可以把一些 比較不好的豆 對可以養掉 然後呢 等到泡開泡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在電子爐上面煮 然後煮了大概半小時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鍋子 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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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過來這裡 而且裡面的這個內鍋 對啊 它有一個內鍋超貼心的 對 它是可以直接這樣補加 直接在裡面 而且這個內鍋 剛剛很搭到 兩公升耶 對 剛剛好是兩三人份 或一人份也可以 對 三五天也可以 對 然後就把它放進來之後呢 趁它還有點熱度的時候 就把蓋子蓋起來 然後我覺得這時候就 你可以隨便去做你想做的事 真的 泡個澡或幹嘛 都不用有壓力 對 也不怕就是火開著 會有點危險 就是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等到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再把它打開 打開 就OK 沒有沒有沒有 還有最後一個步驟 就把 也把內鍋打開 好神奇喔 已經煮好了呢 是啊 對 我怕它太飽了 畫面一跳一小時就過了 沒錯 然後呢 在這時候再加一點 糖 加點甜 剛剛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最後步驟 大家注意 綠豆湯的糖 要最後才可以加一點點 對 會硬掉 對 糖放進去 是 不需要攪一攪嗎 對 沒有 大湯匙 對 喜歡的甜度可以自己隨意調整 沒錯 然後任何的糖都可以加 對 然後這時候呢 黑糖啊 黃糖啊 黃糖啊 都可以 三溫糖都可以 沒錯 還有加蒟蒻看起來好好吃 對 還有藝人耶 漂亮 所以這邊就是要讓那個 妮妮呢 把我們這個加糖 調整完了甜度之後呢 把這個在燜燒鍋裡面 所製作完成的這個 清涼退火的綠豆湯 把它盛裝完成 各位你看 這樣子一個 好吃啦 對 有時候工作很累 回家可以喝一碗湯 很幸福 真的很舒服 對 或是很熱的時候回到家 一個綠豆冰 綠豆湯 小甜甜 超級退火又解涼的 好 OK 所以這一鍋就這樣 完成 完成 所以你泥排綠豆湯 就是這樣完成啦 對 看起來就是很好喝 你直接口吃起來 對 直接會起來嗎 好 OK 謝謝 所以呢 短短大概不到三分鐘時間 是 我就怎樣寫完 示範一下 示範完成 所以旁邊這位仙女二號 是 人家已經完成那個 妮妮牌的 我呢更快了 因為更magic的 我們已經都處理好了 要幫你拿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單手完成 因為這次的零距離電磁爐呢 是 大家收到電磁爐 就想說吃火鍋啊 煮湯啊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很時髦的做法 就是我們可以自創一個高級的下午茶 唉唷 多高級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說嗎 女生那個親戚來的時候 就會很想要吃一點巧克力 沒錯 今天這麼冷 好像可以來一點好的油脂 對 所以我就可以建議大家去買好的巧克力 然後用隔水加熱的方式 放在電磁爐上加熱 然後呢 這邊的開關開了以後呢 其實有很多段數的熱度可以選 那巧克力的話我們就不要太熱 大概在100度左右 就OK了 讓它慢慢的慢慢的融化 那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準備 你自己覺得各種時髦的 小 棉花糖 棉花糖 棉花糖是水果 你幹嘛要自己笑啊 因為我想像就覺得很單發 先笑出來 這可以 而我覺得不只是棉花糖 水果 水果啊 蘇打餅乾啊 各種可以沾巧克力的 聰明 聰明 對 而且這種一點點這樣巧克力 又不會太過罪惡感 對 對對對 而且其實大家不要覺得巧克力是胖的東西 其實好的巧克力可可成分高的話 它的那個好的油脂對女生的皮膚 是好的 非常的好 可能會你們兩個人皮膚這麼 Burban 對對對 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是如此簡單 對 感覺你也想來 也想玩一下是不是 對就是這麼簡單 小事多就算多 謝謝 耶 我要這樣嗎 好童趣喔 對啊 好可愛喔 完成 剛剛沒有講到 非常重要這個電子爐啊 怎麼樣 大家有時候用火 還是會覺得要稍微注意安全 是 對 它在過熱的時候 它會自動斷電 安全 對對對 所以這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在用的時候 當然還是要小心啦 但是也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它是有自動斷電的設計 但是我聽說好像這次這個 有你整好的幾點商品啊 有一些是很限時限量的 對 對 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這一次剛好 我自己最喜歡的兩個 就是電子爐 還有加點鐵馬克杯 都是限時商品 所以一定是要幾點加夠 所以大家 手刀喔 這個就是 10月21號之前啊 對 沒了就是沒了 對 那你這個呢 你最愛的燜燒鍋咧 其實我的燜燒鍋 有兩種 可以把它帶回家的方式 兩種方式 對 一種就是幾點加加 然後另外一種呢 就是幾點就好 幾到滿 幾好幾慢 70點 就可以把它帶回家 喔 所以這一款 我記得這個 慢慢變好燜燒鍋 是8點 8點 然後再加699 699 可以帶回家 或者是70點 就不用加夠 直接帶回家 所以有兩種的方式 對 然後這個電磁爐呢 也是8點 對 加上999 對 要記得喔 這個是限時喔 所以就一定要幾點加夠 好 先舉二號 妳不要一直拿著 我幫妳吃掉 不是我怕我們要拍 我就不敢吃 不是我怕我們要拍 不是我怕我們要拍 我怕我們要吃不吃 要不要拍啊 對 所以這次我們這個五款商品 感覺非常非常的實用 那當然最後呢 還是要麻煩這兩位 最稱職的代言人說一下 重要的幾點 我都何時開跑 好 幾日期 幾日期 已經開跑了 開始了 對 就是從幾日期已經開跑了 然後我們這次的時間 是到12月2號 所以有很長的時間 可以大家慢慢的蒐集 慢慢的把他們帶回家 對 然後 因為我覺得最近 很多人都很辛苦 尤其是所有媒體 大哥大姐們 對 真的也要提醒大家 要好好照顧身體 那如果有時間逛逛街 然後在自己的家中 也多一點 照顧自己的溫暖的氣氛 大家要注意身體健康喔 真的 所以呢最後我們這次 這個幾點活動是 Hello Kitty小熊棒的 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 請兩位帶來人 再簡單跟我們說一下 你們的有情宣言 有你真好宣言 好不好 好 我覺得 這段時間 我非常的忙碌啦 但是在忙碌之中 我覺得 時間就是擠出來的 我真的覺得可以跟 家人朋友聚在一起 然後大家一起 喝碗湯啊 吃個火鍋啊 都非常的幸福 也祝福大家 都可以跟自己相愛的人 常聚 有你真好 來 對 對 我覺得陪伴就是最情長的浪漫 對 我覺得只要有時間 要不吝嗇的對你身邊的人 釋出你有多珍惜他嗎 我覺得 讓身邊的人都知道 其實我們都在這件事情 就很足夠了 是 所以呢今天還是要感謝兩位 有你真好 最棒最棒的閨蜜 謝謝喬喬、曾智翹 謝謝妮妮、陳婷妮 我們要跟直播前的大家 先說再見囉 這個嘛 拜拜 對,拜拜 拜拜 好,那同時也請大家 我們這幾點活動 今天呢開始正式雞跑囉 但是感謝兩位最棒的代言人